兩大國際原油組織對立加劇 原油價格多空擠壓人微破敗 大家好 歡迎收看ACY證券今日市場分析 我是你們的分析師Peter 縱觀近期的商品市場表現最佳的非原油莫屬 甚至連黃金都無法與其比肩 在我們往期的分析中提到過 戰爭對於原油價格的影響深遠 尤其當涉及到產油國之時 油價往往會持續大漲 回顧過去幾十年油價漲破100大關 背後都有著戰爭的推波助瀾 目前市場最擔心的是 俄羅斯會通過限制能源出口的方式 來反擊西方的制裁 而情緒面的恐慌正在主導油價多頭 不過油價背後的局勢可並沒有這麼簡單 這場俄烏之間的鬧劇 還凸顯了兩大國際原油組織的對立 雙方分別是與俄羅斯關係良好的 輸出組織OPEC 和以美國為首的消費聯盟IEA能源署 OPEC供給方的目標是支撐油價 而REA需求端的目標則是限制油價 對於OPEC產油國而言 高油價穩供給才符合其最大的利益 而這些國家並不願意與俄羅斯交物 因此即便歐美國家反覆施壓 OPEC在過去數月當中 仍然保持著穩定增產的幅度 預計本週三的會議仍然不會改變現有的計劃 反觀IEA成員國 多數都保受著高油價與高通脹的困擾 限制能源價格刻不容緩 因此昨日IEA放出消息稱 可能會釋放7000萬桶原油儲備 比拜登去年釋放的戰略儲備還多了2000萬桶 表達了原油消費國對於控制油價的決心 這無疑觸動了市場敏感的神經 令WTI原油價格昨日再度衝高回落 沒能突破100美元大關 不過觀察原油價格表現不難看出 釋放庫存並沒有辦法扭轉原油的牛市 因此不管是釋放庫存還是伊朗的核協議 都可能引發短線的原油拋售 但當情緒面消退之後 油價仍將恢復長線的漲勢 從WTI四小數圖來看 200均線穩定向上 雙重趨勢線提供強支撐 多頭趨勢較為明顯 不過指標方面 拋物線已經形成壓制還未轉向 以木均橫圖快慢線形成了空投排列 價格回到了持行線下方 釋放短線的空投信號 整體來看 交易策略以等待回調後分低作多為主 線價下方的支撐主要看兩條趨勢線 和先行運營的共同結構 位置在91.5附近 上方的阻力主要集中在兩根上影線 97附近的位置 多單入場仍然需要警惕後續的伊朗核談判 如果美國方面選擇讓步或者妥協 伊朗的原油輔艙和潛在的產能 都可能擴大原油的跌幅 因此中長線原油的支撐 要看87.7的前低點和0.382回調線的共同結構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今日關注數據 歐元區有兩月份製造業PMI 德國方面有兩月份CPI月率 加拿大方面有12月份GDP月率 美國方面則有兩月份ISM製造業PMI 以上便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感謝大家的收看